好,那么下面呢,让我再从头为大家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这课文讲解的这个内容的意思 老师写给他学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兄弟,福高静,你好 我前天收到了你的来信 我很高兴收到这封信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这种良好的感情和祝愿 我希望我能够去你美丽的国家去参观 因为旅行可以增长,增加 对一个国家和人民的了解 我年轻的朋友,你不要忘记 你仅仅学习这门语言两年 你的确是已经对阿拉伯语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这并非是所有,并非是掌握了所有的知识 如果你想要精通这门语言的话 我呢,对你是 我相信你还是会积极地持续地学习这门语言 你呢,已经学习了一门新的语言 同时呢,你也是学习了一个新的文化 和了解了一个新的世界 当人们了解到懂得一门语言的时候 那么他也将会了解到说这门语言的人名 因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 以及了解的途径方法 那么他也是文学家 哲学家及作家们进行交流的工具 那么阿拉伯语,它则是你读懂古兰经 和了解伊斯兰文化的一种途径 也是你与阿拉伯国家当中的 这个兄弟们联络的一种方法 那么现在呢,我回到你的问题 你,我要怎么做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不要扔掉,不要抛开 你在大学里面学习过的经读的课本 再读上个两遍到三遍 每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你要高声地朗读 然后尽可能地记一下来 背诵下来 然后写一些单词和表达 那些你容易遗忘的单词和表达 然后整理一些你喜欢的句子和表达方式 之后呢,试着和在你国家国内会说阿拉伯语的人说说阿拉伯语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实际的训练会使学生变成老师 然后要听,要经常地听收音机 收音机以及这个阿拉伯的广播和电台 并且和你的阿拉伯的朋友们通信 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这门语言的语法和架构以及一些基础的知识 那么你就可以进行自学了 试着去用阿拉伯语写些东西 然后做一些阿语和汉语之间的互语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的语言的财富将会增多 直至你会像一个阿拉伯人本国人一样说阿拉伯语了 不要仅仅停留在对旧的阅读课本 阅读书籍的阅读 这是不够的 它不能够给你 给予你对阿拉伯文化及伊斯兰文化 一个全面的 你所想了解的所有的思想和这个形象 那么你应该读一些新的书 包括文学类的 科技类的和历史类的 同样呢要读这古兰经和圣训 那么在这两本书当中 也有着蕴含着 在语言方面 文化方面和精神方面 有着许多新的知识 和有很大的用益处 那么你还要 还应该读一些 在你们国内可以买得到的 或者说你从国外 买到的 寄送回来的一些阿拉伯的报纸和杂志 然后呢 在上网去从一些阿拉伯的网站上 读一些信息 讯息 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 手中要握着一支笔 然后记录下来一些单词和有用的表达 然后整理这些表达和 你觉得很美的 你感觉很美的表达和结构 如果说你有一些内容不理解 那么就去查查字典 如果说查后 查了字典之后 你仍然不理解 那么就发给我们 我们将随时为你解答 最后 我祝你成功 至于我最诚挚的 敬祝问候 以及最真挚的邀请 写信人 阿姆多·阿姆地的Qadil 好 那么这就是 这一篇很长的 对吧 好 那么下面呢 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这一篇文章 这一封信 我们也知道 这封信的确是非常长 那么需要我们梳理的内容也比较多 那么我们一点点来看 首先在标题当中 当初我有讲过 有时候 这个阿拉伯语当中的一些戒词 可以充当一定什么动词的用法 对吧 那么在这里边 这个戒词 两个戒词之间就一定这样的用法 那么这个 意思就是说 从 就是说 他的老师 老师写的一封信 然后给的是 那么这里面其实相对 省略的是 叫 然后呢 这个 是给谁的呢 然后是 看 看 可以补出两个动词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 这个整个证文当中 意思是 收到 接收到 信件 这个动词 这个词 那么他呢 除了这里边 表示说 接收信件 那么像我们之前还学过叫 意思是上课的意思 再往下 这个 这个不羁物的动词 后面接着是逼 逼动词 逼 是因为什么什么而感到高兴 然后这个句型 表示我感谢你因为什么什么 那么这里 就是你真挚的情感 真挚的情感 接着 还是说 某人希望怎么怎么样 由 引导的一个动词句 然后后方这里是 表示什么 可以干什么什么 然后再往后 这里是 通常这个 这个 词根的词形 后边接的都是 必动词 那么这里的端语是 意思是 了解 认识 一个国家和人民 再往后 这个 叫 意思是 两年时间 两年 然后 这个道章的句型叫 意思是 什么什么是对的 然后 那么 获得 取得 那么通常可以说是 习得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能力 还可以表达获得一项奖项 获得某个东西 获得个学位 这里 后边 是指 对阿拉伯语良好的理解 良好的掌握 然后 后边 意思是精通 掌握 这门语言 然后下面这个句型 可以是 独立主格人称 带词 放在前边 也可以是 不加它 也是可以的 阿拉伯语听 B 表示 相信 深信 什么什么 B 后面所接的是句子 或者具体 什么其他的内容都可以 然后 意思说 会持续的学习 状态是 B 是积极地 然后 再往后 我们看这里 这个句型当中 黑奶的用法 表示 当什么什么时候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 Luhatan 第一个Luhatan 是一个范指的概念 意思说是 全球当中 任何一门语言 叫任选一种语言 那么 下面这个从句当中 Hedhi Luhatan 加的这个冠词 是指特指 前面所选定的这种语言 这里大家要注意 接着 这个端语 Adai Tule Ittisori 意思是 交流的工具 联通的工具 Wasi Lai Tule Ma Arifati 意思是 了解的 途径 了解的工具 这里 好 再往下 叫 Fahmi Al-Quran Al-Karimi 叫做什么 读懂古兰经 然后 Fahmi Fahafatil-Islami 意思是 了解 Islam文化 这里 然后还是这个 Luhatan Al-Arabi 这个 表示什么 了解 联通 与什么什么联系 这里 然后 短语 Al-Wantani Al-Arabi 意思是 阿拉伯国家 然后 Ada 开始回到 你的问题上 这里 然后 我们再往后 这个 Kutubal-Quranati 意思是 经读的课本 经读的书 然后 再往下 Bisautin Masmuin 叫做被听到的声音 也就是高声 大声的朗读出来 后边这个端语 Al-Qadri Istitutu'atihi 意思就是 尽你可能的 尽你所能的 后边 这个 Al-Jumla Wata-Abirati Lati Tu'a-Jibukai 意思就是 你所喜爱的 这些句子和表达 这里 那么大家注意到 这几个动词 当然说 Iqra 还有 Du Yahfav B B B Song Uqtub 这是写 还有这个 Ijma 还有整理 搜集 这几个动词 的命令式 然后再往下 这个叫 后边 这个 Maa Man Yahifun Naha 这里边是Man 引导的是一个关系代词 Yahifun Naha 后面这里是相当于Man 它的一个子句 Hai指的是前边的这个 Al-Arabiat 意思说 那些了解 知道阿拉伯语的人 那么整个 Man Yahifun Naha Fibayla Dika 它是做的这个 Maa 这个时空 复词 它的这个偏词 也就是做它的这个后边的授词 后边 Aham Mushain 意思叫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短语 Al-Tamrinul Ameriyu 意思叫做什么 叫 实际的训练 然后 这个表达叫做 使得 使得什么 叫 使得 叫做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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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生 变成了老师 这样 然后 后边 Sautet Tasjili 意思是收音机 就是录音 听录音 Sautet Tasjili 就是录制的音 录音 还有 Al-Iva'ati 阿拉伯的广播和电台 再往后 Tabedal Rasail 意思是交换 互通信件 然后后边 这里边叫 Al-Qawar'i'da Wu'taraq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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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语言的 语法 架构 以及基础 这些 框架 那么这里 Tasjili 那么这句话 要是脱离了 这个语境的话 意思也就是说 你继续独自行走 独行 那么在这语境当中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独自的去学习 这个表达也很好 那么大家可以 结合不同的 语境当中 可以直接引用它 然后后边 叫什么 做 这个翻译 然后 那么在两个语言之间 那么后边 直接接上 这两个语言就是 Wa 用两个Wa来表示 Wa la arabiya wa suniya 意思就是 阿语和汉语 短语 Maa mururi la ayami 意思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然后这里 Tar watu kai luhangwiye tu 意思是语言的财富 语言的财富 这后边 Kai abna iha 这还指的是阿拉伯语 就像阿拉伯的这些 人民一样 这里是指的是国家的人民 下一个 叫 Latakif Anda qirati 意思是 不要紧紧停留在 这里面 本身是意思是 站住的意思 但这里面要引申一下 意思叫 不要停留在 什么什么上 Al-kutubai la ahqiraiyata Al-qadimata 这个短语意思叫做 旧的这个阅读的资料 阅读的书籍 然后再往后 这个 Mai turidu min suwarin u afqari 是你所要想要了解的 这个形象和这个思想 想法 形象和思想 画面和形象 然后 Fi afqafati al-arabiyati u la islamiyati 就说在 阿拉伯文化 及伊斯兰文化当中 这里 然后后边这个 Adabiyan Al-miyan tarihiyan 和这个 下面这句话当中 是一样的 都表示说 不同类别的 不同方面的 这样的意思 然后这里 Al-qor'an-il-karim 叫 Quran-jim Al-hadith-u-sharif 意思是 圣讯 两个 然后就像前面一样 这个 Luhawiyyan Wa-saqafiyyan Wa-ruhiyyan 分别表示的是 在语言 文化和精神层面上面 然后这里面 这个 Tubai al-fi-baldika 意思就是 你国内卖的 或者 Tesiruqa Win al-haraji 可以指说 从国外抵达给你的 就是从国外买的 然后这里是 Tutoli al-akhbara 意思叫 读讯息 那么从哪里呢 Al-mawakiy al-arabiyati 意思是 从阿拉伯的网站上 在这里 再往下 这叫 Athna al-qirati 意思是 在阅读期间 然后这个动词 Am-saqa-bi 这里是 Am-sik-bi-l-qalami 意思是 握着笔 带着笔 然后 那么写一下 这个有用的句型和单词 然后再往后看 叫 就是在词典里面 查一查 找一找 然后 Athna al-sik-bi-l-qalami 是指 发送 寄送给谁 然后这里是 Nu-jib-kka 意思是 我们回答你 这样 然后 短语 Bikulli sururi 意思是什么 随时随地的 最后 这是 Atmana laka 是指 我希望你成功 希望你成功 然后最后边 Maa Athi-ebi-l-tahriyati Wa-dawati 意思说 至于我最真挚的 真诚的 问候 以及真挚的邀请 这里边 好 那么 这就是 信件的全部内容 那么 其实这个 信件 我相信 对于 在 现在各位学员来说 也是非常受用的 因为 它刚好 讲 就是 如何去 更加深 进入的去掌握 一门语言的方法 那无非是在 听书读写 四个方面进行 延展 进行发展自己 那么 尽可能的叫 整合你能有的资源 然后去训练自己的能力 这一块上 好 那么 下边呢 让我们共同一起来 读一下 课文 我特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فحين يعرف الإنسان لغة ستعرف الشعب الذي يتكلم هذه لغة لأن لغة أداة الاتصال ووسيلة المعرفة وهي اللسان الذي يتحدث به الأدباء والفلاسفة والكتاب ولغة العربية هي وسيلتك لفهم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والثقافة الإسلامية وهي وسيلتك للإتصال بإخوانك في الوطن العربي والآن أعود إلى سؤالك ماذا أفعل؟ أول شيء أقول لك لا تترك كتب القراءة التي درستها في الجامعة إقرأها مرة ثانية وثالثة كلما أمكنك ذلك وإقرأها بصوت مسموع واحفظها على قدر استطاعتك واكتب الكلمات والإمارات التي نسيتها واجمع الجمل وتعبيرات التي تعجبك ثم حاور أن تتكلم العربية مع من يعرفونها في بلدك وهذا أهم شيء فتمرين العملي يجعل من ترميذ معلما واسمع صوت تسجيري أو الإدعات العربية دائما وتبادل الرسائل مع أصدقائك العربي أنت تعرف الآن القواعد وتركيب والأساسية للغتي فيمكنك أن تستمر في سير بمفردك حاول أن تكتب شيئا بالعربية وتمارس الترجمة بين لغتين والعربية والصنية فمع مرور الأيام تزداد ثروتك اللغوية حتى تتحدث بالعربية كأبنائها ولا تقف عند قراءة الكتب القرائية القديمة فقط فهذه لا تكفي ولا تعطيك كل ما تريد من صور وأفكار في ثقافة العربية والإسلامية عليك أن تقرأ كتبا جديدة أدبيا وعلميا وتاريخيا وكذلك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والحديث الشريف ففيهم أيضا علم كثير وفائدة كبيرة لغويا وثقافيا وروحيا وعليك أن تقرأ الصحف والمجلات العربية التي تبع في بلدك أو تسرك من الخارج وتتاري على أخبار من المواقع العربية على الإنترنت وأثناء القراءة أمسك بالقلم وسجل المفردات والإبارات المفيدة واجمع تعبير والأسريب التي تحس فيها جمالا وإذا لم تفهم شيئا فابحث عنه في القموس وإذا ما زرت لم تفهم فأرسل إلينا وسنجيبك بكل سرور وأخيرا أتمنى لك النجاح والتوفيق مع أتيب تحياتي ودعواتي المحرس أحمد عبد القادري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一课啊 这个非常长的课文我们就到此学完了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 一方面我们学会了这个叫书信的一些写法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又了解到了一些 知道如何去学一门语言 有哪些方法可以告诉到我们 那么这是这个课文当中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两个部分 那么这一课课文结束之后呢 我会希望大家啊 课下能够呢 试着按照这书信的方式 来练习写一个小小的这个信件 哪怕说内容很短也没关系 尽可能到整合之前所讲过的内容 写一封小小的信件 比如说你是在外工作或者学习的人 那么就可以写一封信件给自己的家人 给自己的父母 讲一讲你现在学习的情况 讲一讲你现在工作的情况 生活的情况啊 谈一谈你的感受 然后呢说一说你的烦恼 当然这封信是不会寄出的 可以随你啊 随你所想的去写 你想要写的东西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下节课呢 我们将这一课的这个句型啊 部分进行总结 啊 那么大家呢 希望在课下 针对对话和课文部分呢 做一个更加深入的学习和了解 方便之后呢 我们再对这个句型啊 和之后的阅读到学习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内容就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 Sukran Alai ismaeikum Alai ismaeikum Alai ismaeikum